累死我了,上个课还要爬腾万 同学们来看这道题 喂,老师 你小子为什么现在才来 你还有脸说,这特么是哪 换的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 这里多好啊,还可以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而且光线还好 好个屁 好了别废话了,你小子赶紧回到座位上 真服了,这个老家伙一天就会折腾人 你嘀咕什么呢 赶快把昨天作业拿出来 不好意思,我只带了电脑 你找死是吧,赶快给我收起来 收就收,你急什么 你特 烦死了,你有完没完 马带你竟然还敢还手 还手又怎样,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你要干什么 吃我这招猪网束缚 我曹,狼哥,我错了 现在求饶已经太晚了 你给我等着臭小子,我出去后,飞宰了你 老家伙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 不过他等下肯定回来报复我 趁现在我要赶紧走 同学们一定要替我保密哦 这里的拉杆是我给老师准备的礼物 其实我从黑板后面偷偷跑掉 坐上矿车离开这里 这些都是我两年半前布置的陷阱 这边的昆淡门都是惊喜 其实我从钻石门里进去了 这里脚下有屏障方块 现在把血块撸掉 下面是我的宠物小黑 他肯定不敢过来 就在这玩游戏 差点给我英俊的脸庞留下一笔 说,这小子跑哪里去了 都不说是吧 那我自己找 他肯定跑不远 就在这附近 这里怎么会有个拉杆 我拉一下 完了,苦大哥 这个破拉杆肯定是小子干的 那他一定是从这边的拉杆跑了 受死吧 怎么没反应 对,什么声音 你特么的 马带又让骗了 这里黑板怎么能拆掉 卧槽 原来他从这跑了 幸好我背包里有马沙拉蒂 今天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上车出发 旁边还有一辆车 他肯定在这里 这家伙才不会那么好心 给我钻石 我走这边 完了 这小子真是处心积虑 我看你这次往哪里跑 果然 门开了受死吧 出来吧 他妈的 我就不信了 卧槽 只剩这一个门了 试试吧 老师你来了 怎么样 刚才还舒服吗 你个阴毒的小子 有种别走 有屏障 猪叫声也太难听了 赶紧跑 免得被追上 这个压力板是陷阱 真正的出口在后面 需要把血块撸掉 然后将后面的门关上 坐上矿车到屋里 这是我的电竞房 有吃有喝 还有美女 就在这里打开电脑玩我的世界 下手太狠了 不能容忍他活在世上 肯定在门的后面 果然 你跑不掉了 臭小子 拿命 卧槽 这是哪里 完了 又上当了 我一定会回来的 臭小子 我 好惨的猪叫声 上个课真是累死我了 同学们来看这道题 喂 老师 你小子 怎么现在才来 你还有脸说 这特么是哪 谁会把教室搬在天上 在天上学习 不好吗 别说了 赶快回到座位上 一天天的就会折腾人 你嘀咕什么呢 赶快把作业拿出来 我只带了电脑 你特么想造反 是吗 快把电脑还给我 天天不务正业 你玩个屁 不要啊 我的电脑 老东西 陪我电脑 你小子 现在最好给我老师上课 把我电脑销毁了 还想打我 今天必须给你点颜色 瞧瞧 你能拿我怎么样 看你头上 臭绿毛 让你扔我电脑 活该 我先走了 同学们替我保密哦 这黑板的两侧 有困蛋门 他肯定不知道 而我从黑板里 直接穿过去 老师看见两个箱子 肯定好奇 我坐上矿车 直接跑路 这里有压力板 我绕过去 幸好我在这里 还有电脑 先玩会游戏 今天必须抓到他 教育一下 快告诉我 他去哪里了 都不说是吧 我自己找 这里怎么有困蛋 这肯定是个门 果然 门开了 卧槽 完了 尼玛 是幻象方块 这小子 到底会从哪里逃跑呢 这里怎么也有一个 这次 应该对了吧 果然 我真是天才 这里怎么有个箱子 以我的推断 箱子里面肯定是好东西 刀得这么严实 打开看看 绿帽子 什么意思 我真服了 卧槽 苦大哥 冷静一点 富贵险中求 哼 我就不信了 我尼玛 卧槽 肯定在前面看我不抓住他 喂 小子 老师 你别激动 我今天飞载了你 哎呀 都说了你先别激动 怎么就是不听呢 卧槽 这里的钻石就补偿给老师了 我就先走 前面有个选择题 我直接从左边下去 右边的有屏障方块 老师落下直接死亡 这里玩不成电脑 前面有翘翅 我飞到下面玩游戏 穿上翘翅 直接跑路 就在这里玩会儿游戏 哎呀 不小心掉下来了 回到刚才的地方 这里的风景跟空气 我很喜欢 就在这里玩游戏 马蛋 疼死我了 刚才 看见这里有钻石 都是我的一个 别想跑 幸好我有稿子 洗脚按摩 终于自由了 操 我不信了 有 再来 为了拿到这几块钻石 真是煞费苦心 必须打他一顿消消气 一男一女 众所周知 我是娘炮 我必须走右边 呀 我听见了好惨的猪叫声 上个厕间最近 这是什么沟巴地方 连个门都没有 快给我憋死了 同学们 来看这道题 喂 老师 你小子 怎么又特么迟到 你还有脸说 你自己看看 这是你 闭嘴 打我我也要说 你找的这个破地方 差点把我淹死 就你借口多 这个地方 风景多好 赶紧滚回座位上 老东西一天天 就会折腾人 你嘀咕什么呢 赶紧把电脑拿出来 让我检查一下段位 但是我只带了课本 你特么的 很喜欢跟我作对 是吗 我看明明就是你在找茬 你是想造反吗 我就是看不惯你 那高高在上的样子 今天必须给你点颜色 瞧瞧 他隔屁了 趁现在赶紧走 两侧的拉杆是迷惑老师的 同学们一定要替我保密 我从黑板的后面直接穿过去 这里是我两年半前准备的逃生路线 旁边有呼吸药水 取下来痛饮一番 还好他保质期三年 OK了 坐着矿车离开这个地方 到了 我经常在这里养小猫 老师肯定以为我在里面 但是旁边藏着一个拉杆 我游过去拉下它 卧槽 有一点痛 就在这里看会语文书吧 必须抓住他 打一顿 说 他去哪了 都不说是吧 那我自己找 这小子 能去哪呢 这里怎么会有个拉杆 出来吧 什么东西吓我一跳 你在狗叫什么 你以为我怕你吗 敢打我 你死定了 看我的六脉神剑 卧槽 完了 刚才失误了 你们什么都没看见 这边还有个拉杆 去试一下 出来吧 臭小子 你疼不当我吃素的 是吧 哼 小小僵尸 还敢撒野 这两个地方 他竟然都不在 那还能躲到哪里去呢 不管了 右键乱点试试 果然有小路 进去看看 有轨道 幸好我有矿车 刚才看见这里有呼吸药水 哼 臭小子 这次你跑不掉了 上车出发 这里还有辆矿车 果然 他在这里 还想用昆淡门迷惑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里面 出来受死吧 卧槽 苦大哥不要啊 你听我 竟然是陷阱 那必然就是在这个屋里 你死定了 卧槽 苦大哥 马蛋竟然全是陷阱 不行 快憋死了 这小子究竟能去哪呢 原来是从这里跑了 这次 我看你往哪里跑 老师 你来了 直接受死 把小子 谁死还不一定呢 口出狂言 那你就来试试吧 哪里吧你 看头上 跟我斗 你何必呢 这就是 我经验了我 我经验了我